野生兰花什么时候分化花芽 一般来说春兰在八月初 就是这个时候已经是开始分化花芽了 惠兰可能会晚一点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季节分化花芽呢 因为每年的逆秋的前后 逆秋是八月八号 在八月八号前后 它会有一段比较干燥的气候 就是夏天的时候比较干燥 我们之前讲过兰花分化促花芽 处运累 它需要一定的空水 就是如果说只要一直太湿 水分一直太充足的话 它可能会蓝苗会一直生长 这个营养生长就不能转化为生殖生长 需要人为的空水 野生兰花它也是这样子 自然界它有一个自然条件下的空水 就是说在逆秋前后 会有一段比较干旱干燥的气候 这就是它分化花芽最好的季节 我们今天就要到山上来看一下 寻找一下 看看野生兰花的花芽 现在呢 有没有分化出来 这是一棵野生惠兰 今天开花开的比较早花芽的 早新苗 初的也早新的 新苗已经长成很高了 大概有30公分高的新苗 当年的新苗 我们来把它的那个根部的土壤 给扒开看一下 它的花芽有没有分化出来 你看到了 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选这个野生惠兰 一般惠兰的花芽门发比较晚一点 因为这一块位置的 它的朝向和它的这个环境 每年惠兰开花比别的地方都会早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先来看一下 惠兰的花芽和叶芽 可以在这个尖头上 这个尖头上可以通过颜色不一样 可以也能看得也能看得出来 像这个我感觉它是花芽 它这个尖头上这个红点点的 就比较大比较明显 是不是这样看过去 它有一个有一个小点点 是红色的一个小点点 叶芽上面的就没有那么明显 这个从它一个侧面的形状 侧面形状呢 叶芽是上面尖小 然后下面一直大下来 花芽的感觉就是说 上面小 下面呢也不大 中间呢有点鼓 中间有点鼓 它是两头小 中间鼓的 叶芽呢是一个锥形的 上面尖下面大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花芽 已经是萌发出来的一个花芽